水墨画家刘碧娟出身南投中寮 因为喜欢山林 所以足迹遍及台湾蕨类林道跟古道 并且以水墨连作的方式画出了一系列 像是《拉拉山》跟《罪月》等作品 同时她也不忘故乡情怀 画了九一地震时 父亲坚持留守数月抢救伤患的经过 取名为《易中秋》 要借着这次在《湖渡文化》中心的展览 来作为献给父亲的80岁的贺礼 月夜下父亲坚持留守数个月 抢救九二一伤患的身影 深深烙印在水墨画家刘碧娟的心中 因此特别画下这幅《易中秋》 希望借着这次《湖渡文化》中心的展览 献给父亲80岁的贺礼 九二一的时候家乡都倒了 然后爸爸是一个很有情感的人 坚持要在乡下帮邻居的一些尸体挖出来的时候 他才要离开 然后又一些复健的过程 所以爸爸住了帐门住了好几个月 所以这幅画对我来讲是对我有很深的感情 水墨画家刘碧娟出身于南投中疗 画笔下从能看见对故乡的情怀外 也因为喜欢山林不仅足迹遍及台湾蕨类林道及古道 同时也用水墨画下拉拉山等系列作品 展现台湾自然的生命力 其中这幅四连作最悦更尝试用左手创作缠绕画 前面三幅我都用左手画 我想挑战用左手去创作 所以它有粗犷的力道跟一般的力道是不一样 它有一种浊气的美 所以也有更有它的特色 它的水墨画作有抽象有具象 表现出了不只对山林自然的热爱 还有对生命历练的感动 这是斯多福的作品 在葫芦文化中心展出到24号 希望带给民众共鸣和感动 记者李江台中采访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